學習程式設計的七個基本概念 世界我們剛學過 按A按B 左傾右傾 接下來我們要認識資料 資料我們就包含什麼 最重要叫做變數 在電腦世界叫做變數 可以一直改變的數叫變數 譬如說優優卡裡面的儲值 假設裡面是一千塊 今天在優優卡裡面 去台北市捷運站亂逛 花了120就剩880 然後再儲值30塊變910 或者什麼 你戶頭裡面的存責 薪水進來的時候增加了 可是你又去領錢了 一直增加修改加減加減 都被儲存下來叫做變數 所以學習電腦一定要學習變數 學習變數有增加 如果領錢了就要減掉 再增加 我們來認識一下 這個電腦世界很重要叫做變數 好 回到這裡來 我再開一個新的囉 回到這裡來 A4對不對 第五個範例叫A5 名稱我們簡單一點就好 來 認識變數喔 學習電腦一定要知道變數 學習電腦一定要知道變數 那變數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要先宣告 一開始這個變數多少 譬如說玩遊戲啊 你只要登錄會員 一開始我就送你100點 對不對 那玩遊戲的時候搞不好有生命值呢 你有三個生命值 死了一個 死了兩個 死了三個遊戲就結束了 這些都必須透過變數來記錄 那變數第一個要先設定 在這裡 要先建立一個變數 好 我建立一個變數 簡單一點 NUM好了 NUM就好了 NUM就好了 NUM 當你建立了一個變數 它就產生三個 就是讓你使用的 那通常變數 第一個建立起來要先做一個宣告 當這個遊戲開始的時候 變數多少 那各位要分清楚喔 這個是變成多少 這是增加多少 這兩個要搞清楚 變成多少 設為0 就是一開始我們通常擺在這裡 一開始我希望它的這個數字設0 那這個就不要這個了 好 來 用輸的方式 如果我按下A 這個NUM會出現增加1 增加1的變數在這裡喔 要使用是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來 那我們再執行一下吧 一開始 NUM這個變數等於0 那我按A 我再按A 老師怎麼沒有出來 你沒有叫它出來啊 其實它有在做耶 當我按第一次的時候呢 什麼意思 一開始是0 0 改變1就是0加1就變成1 可是你沒有叫它秀出來了 所以你再按3 4 5 6 看不見 看見需要它來幫忙 叫做秀出來 那秀這是什麼 秀0喔 老師重來一次好了 我想告訴你永遠是0 因為這邊叫做顯示數字0 我現在叫秀變數不是叫秀0啦 所以必須請它來幫忙 這個圓形可以取代掉它 我們把流程看一下喔 一開始層次啟動的時候它是0 當我按A的時候是什麼 0 改變1就是0加1就變成1 這時候再把數字NUM就秀出來就是1 如果你再按第二次 1加1就變成2 再按第三次呢 2加1變成3 重來吧 開始囉 執行 一開始它是0喔 來 1 我再按一下呢 已經按過囉 第二次再按的時候呢 1加1就變成2 3 4 5 老師我希望一開始它是5耶 可以啊 所以你第一次按下去 這邊出現多少 5加1就變成6 一開始就重來 就從6開始了 7 8 9 10就不舒服 為什麼不舒服 因為它出現2次 10 如果11呢 2個1 腦袋要變了就辛苦了 再按一下呢 12 所以這是初始值 通常變數 第一個基本觀念 第一個要先宣告什麼變數名稱 第二個當程式啟動時要先告訴它一開始多少 接下來增加1 流程就像這樣 老師我希望一開始是7 那可以啊 那可不可以先把7秀出來 那就變順序是這樣喔 我先改成5 跟剛剛一樣 我們剛剛改成我們這順序流程是要想清楚喔 這一點下去多少 從6開始 為什麼6 不會看到5啊 一開始是5 5加1變成6 如果這樣就可以看到5 那先按下去 先把5秀出來 5再加1 第二次按才會看到6 再一次喔 這次是5 所以程式流程很重要 如果這樣一開始 按下去這次是什麼 6開始 那先想清楚要從哪裡開始 喔 這就要流程控制 我們希望先秀完 所以一開始是1好了 這樣就可以從1開始秀 來開始一下 1 2 3 來 請各位這樣把這個變數做出來 當然做完以後呢 一樣下載 來看 老師 可不可以一邊加一邊減 可以喔 按A是增加對不對 如果按B呢 把變數幹成什麼 減1就好了 這邊加1減1 所以來開始喔 我們再想一下 一開始是1 秀出來 1加1變成2 所以第一次點會看到1喔 第二次點2 3 4 5 6 現在是6喔 如果按B 按下去會出現多少 還是6喔 為什麼6 因為它是線就秀出來在秀 所以在B的地方也許要變這樣才好 我按一下給你看喔 先按喔 重新執行 1 沒執行到執行 1 2 3 我現在點下去是什麼 3喔 4喔 這邊是-1 B咧 先秀出來 再接下來就3 2 1 你要留存要想清楚 通常這樣會比較合適一點點 好 這樣一開始的話 這邊可能就要0喔 來 再一次 想一下喔 0加1變成1把它秀出來 再按一下之後1加1變成2把2秀出來 如果點下去呢 2減1變成1再秀出來 所以這樣會比較合適一點 開始囉 1 2 3 這邊呢 2 1 0 點這樣就負義了 好 來 再加0 1 2 3 來 試一下 如果說你還記不起來就先拍一下